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表演一个小时 没有任何伴奏 没有任何乐器 就凭一扇一醒 一块手帕 而且让所有的观众能听进去 跟着这个故事走 跟着一块欢喜 跟着一块忧生 这就是评书最大的魅力 评书很难 因为一个人要掌控全场 人物跳出跳路 真正能说好评书的人比不多 我先是录的相声 后来改说评书了 也是自己一个喜好问题 这个相声我也很喜欢 但评书是更喜欢 现在对于评书来讲应该是爱 相声就是逗人发笑 让人高兴 但评书不一样 评书是娓娓道来 整个一部书里面 可能没有任何的包袱 没有任何的笑脸 当然里面也会穿插一些这样的技巧 但不以相声的包袱为主 而是以讲故事和评论 讲书世间百态为主 这是一个文化大餐 里面又有人情 又有故事 又有历史典故 把这些个集中在一起 让观众有一个知识性 历史性 还有情感性的一个体验 每次在小书馆说书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规矩 就是提前五分钟或者十分钟上台 为什么呢 要跟观众聊天 聊熟了以后 我再开书 上台之前 先把自己这个大褂整理好 一旦穿上大褂 我基本就不再坐了 因为一旦坐下 就会有褶皱 有褶皱 观众看着就不舒服 所以这就是我说书的一些个习惯吧 所谓说透人情方式书 这个书得一点一点说 我一直就跟观众说 听书得有过日子的心 那么慢慢来 因为书文系里 他要把这个书给说明白了 你得一点一点给摘 为什么这个人物 他会有这样的情绪 他会有这样的情节 那你要进行分析 评书评书不能光说书 因为现在评书这个情况 收入确实很微薄 工作这块呢 是不能放 我只能是说两边都坚持着 坚持了四五年了 白天上班很忙 只能晚上回来 甭管多晚都要去背书 在临上场之前 我有可能还在摸一遍书 尽量做到圆满 我父亲也是很不容易 这几年一直陪伴着我 在我身边 每一回书都是我爸先呈现 我父亲他对我评书 还是非常非常支持的 给予了很大的鼓励 所有说书最次的版本 都是我爸的 那么最好的版本 都呈现给观众 儿子也挺喜欢评书的 可能跟他耳目然有关 评书的创新是一直在进行 我现在说的基本上 就是传统书目 那么也有些现代书 比如说一些网络小说 鬼睡灯啊 当务笔记啊 这样的书我们也说 也能说 其实不是说评书 非得说传统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 说传统书呢 为了学习和继承 传统书目能不能创新呢 它也能创新 我们每一次说书 都不是按循规道具 按着老版本再翻一遍 那我们就成了这个录音机了 我们每一次说这个书 我们要重新编排 按照现代人的观点 和现代人的一个习惯 去编短这个书 我也喜欢用现代的传媒 去传播一下传统艺术 自己录的一些内容 好的一些段落 我都会发到网上 然后观众去看 让大家网友先有一个熟知 他们突然发现 原来评书还在 还有人在说书 评书一直以来都很受人们追讨 为什么这几年有些没落呢 评书离观众 距离稍微有些远了 演员的段档 观众的段档 所以现在我们要重新把评书捡起来 然后让一些观众 能够再重新认识评书 走进小剧场去欣赏现场评书 哐唐几声 有一人把这乐门给踹开 从外 跳营人 这个人手持宝宴